來 我就是妳了 我們看到妳們兩個 就是老男人帶到其他女生 發比人來了 可是我以前很多長輩 就是比他個子還小 然後是那種大班屬型的 然後就是矮矮胖胖的 然後他們就喜歡 帶這麼高個的女生出去 那他的眼光就是轉過去的時候 就是剛好都正對胸部 那那些老男人 想想妳老婆 那些老的男人就說 然後這樣視野最好 因為我認識康哥的關係 也是因為他的同學嘛 然後我今天想要去玩 就可以找他那個 開酒店的那個同學 他就會帶我們去制服店玩 我們學校的嗎 妳怎麼講他都講好聽的 我不是開酒店的 這是幹嘛 幹嘛的 第一印象很重要對不對 對 那一次就是 對他有一種我們大家 他就到黃先生他們家裡面去 我們就在那個招待所 在那邊玩啊 吃飯 吃完飯以後 然後大家興致的勃勃 男哥去哪裡玩 他那個同學就說 好… 我現在開了第三間制服店 那去我們這個生意最好 妹妹辣妹最多的人去玩 十幾個女的 只有他 萬利從中一點紅 就一個男的而已 所以他那天簡直是皇帝啊 所以一個人太多 打紅燈籠高高 我自己女去那個制服店 然後制服店裡面又有那個 酒店的辣妹小姐 招呼他 那天好熱喔 小高 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大家既然聊到嘛 對 妳那天到底是年輕的誰啊 我再把這個故事講完 對 妳還要講 那個同學就很屌 一進去就這樣子 那個小姐都是薄紗 然後一間金字庫 然後就 就簡直就是一個這樣照著而已 然後 可是那些小姐 一看到有那麼多女的 她們就 就有點傻眼 怎麼會 女生是跑來誰的老婆 要來雜場的是不是 然後還一看 只有這張臉認得 土中康嘛 結果就想 一定是沒有問題 大家是來玩的 然後就大家都圍攻她 就一大堆女的 就跳到她身上去 開始在那邊 那邊 扭啊 扭啊 示範一下 那些是什麼情形 做好 趕快示範一下 就開始來那邊 她就這樣很緬甸的 知道她很幸福 那些女生就開始 那些是對她這樣子 那邊示範模特兒什麼什麼 然後她就 她就一直就不得性 然後又會很怕我們笑她 她就趕快閃了 把她去撿著躲起來 面對鏡頭 就是她 那時候妳不是一個 新書發表會耶 對 那妳們有 妳不會怕人家說 誤會了妳跟菲哥之間的關係嗎 其實我覺得 在鏡頭上 妳做的東西都是演戲 妳也是演員對不對 真的 不是嗎 不是 她是失敗的演員 對 妳是 對 妳是 沒有 我是說 比如說如果 可是大家很想跟人家演水文的演歌 不管 我想跟人家演水文的演歌 OK 沒問題 OK 好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今天當成一個記者會 因為這是我們節目第一集錄影啊 那我們要不要為了宣傳也 現在就要嗎 我們做男人的 就要大方 所以說 我的天啊 她真的要 開玩笑說 OK 所以說 對妳來講 那只是一種表演對不對 對 所以妳並不會擔心人家 把妳們兩個的關係 看變成另外一種方式 我覺得如果 私底下真正的有 還有如果被擺到 我就覺得已經沒辦法 可是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 沒有 在表演還是在這種的 我就覺得 我覺得 沒有什麼 OK 小康 剛才飛哥打電話的時候 要封殺妳 真的嗎 真的啊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製作人跟我們說的 下製作人寫出來 下面 你沒跟我錯 飛哥打電話的時候封殺小康 沒有啊 我是 過節目不要這樣 謝謝